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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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到一副号牌 敢于出手 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盛 欧盛 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副好牌 要敢赌才能赢啊 想体会欧盛的胜利思维吗 想知道Warren王下了赌桌 还是赚的秘诀吗 答案就是齐全 5000名会员口碑响应 中文投资网最新推出齐全101 想投入比股票少的本金 赚的比股票多 您要知道技巧 懂得控制风险 中文投资网首席分析 科技师Warren王 技术分析第一把交易G 新锐美女分析师Kingsley 股市K线小王子Brand 10月3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天天十盘交易给你看 立即拨打1800958 8561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次的VIP直播室 我是中国投资网的分析师Judy 那很高兴通过这个video和大家分享今天的盘式 我们看到今天大盘表现的非常的疯狂 三大指数接连涨幅惊人 其中标普500今天是来到了2241点 涨了1.32% 倒指是今天领涨来到了19549点 大涨1.55% 那纳指的涨幅稍微弱点 但也是非常强的一个牛市 纳指来到5393.7点 上涨1.14%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sector 也就是说是各板块的一个情况吧 我们看到今天生物医疗板块 并不是表现的非常好 在早盘的时候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 我那种时间段生物科技板块一度大跌2% 那现在稍微有所收复吧 不过还是一个十大板块里面生物医疗板块 是唯一一个下跌的 我们看到生物医疗板块XLV今天来到了67.88% 下跌0.88% 这个跌幅可以说是10个板块里面唯一一个下跌 那涨的比较好的 其实10个板块都涨的不错 其他9个板块 其中科技板块今天是领涨1.88% 非必须消费品板块今天是上涨1.84% 所以说各大板块今天都是表现的非常不错 除了我们的生物医疗板块 那这是各大板块的情况 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大宗商品的一个情况 大宗商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金价 金价的话今天是来到1180点 这一个阻力位置之下 盘中最高是1182.3美元每盎司 之后开始回落 目前现在是报1174.80 我们来看一下GLD 它是追踪金价的一支ETF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时图 这个是30分钟的一张图 如果我们画一下通道的话 30分钟图大概可以画到这里一个通道 把加粗 可以看到这一个下降通道 在30分钟的图上 今天是已经突破了这个下降通道的一个上沿边 已经突破这个上沿边 来到了这个上升通道上沿边的上方 那可以看到金价的话 我还是这么一个观点吧 就金价的话下跌的空间和幅度还是有 但是时间简点我会第一个看的是12月14号 美联储加息这个靴子一落地 我们来看一下金价对这个是什么反应 为什么这么看呢 因为去年同期12月14 15吧 在美联储第一次加息的时候 金价有波动 但是一直是在一个低位进行一个横向的整理 之后金价就开始了2016年年初就开始了一步一去的上涨 所以说我还是看金价下跌有幅度 但是金价未来的走势 我觉得还是要看加息靴子落地之后金价的表现 如果金价是在一个横盘整理并没有一个下落的方向性选择 那我觉得金价有可能会一个止跌其稳的走势会发生 那是关于金价 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油价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原油储存这一个数据的发布 每周三都会发布这一个数据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数据是环比减少240万桶 其实是这个数据减少的幅度要比前值100万桶的一个预期值和90万桶的前值要来的 减少幅度大 看似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数据吧 但是反映到我们油价上面却并不是这样子 油价 油价在10点半发布这个数据的时候 直接是在从50块钱一直是跌落到50块钱下方 最低是49块7毛2 现在人就在50块钱下方徘徊 目前报49块9毛1 所以说50块钱的话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位 回调是亲友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 因为在突破 原油突破前期52块的时候 它的力度并没有非常大 冲高回落最高来到52块钱上方就回落了 所以说在50块钱上下 原油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整理 那这是关于今天大盘各板块大宗商品的一个情况 那这就是我今天VIP直播的节目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